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夢想節 五十七號 我是李冠儀 在台灣賣最好的神車 是Toyota的Corona Cross 而在本田的這個品牌下面 賣最好的銷售扛把子 自然就是CRV 不過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像是在Subaru 或者是不就這樣子 有個性的品牌之下 你們覺得賣最好的車款 是什麼樣的車款呢 這個品牌銷售的排行榜外的 無名英雄 對上了躺著賣的神車 論產品的實力來說 戰況到底是會一面倒 還是平分秋色呢 今天我們也請專家達人們 好好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你可能不會知道的品牌銷售一哥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兵家必爭之地 也就是台灣銷售呢 主力的戰況 就是在百萬級距的休旅車 如果論這個品牌的銷售占比 大家第一件事情 馬上會想到 不是CRV就是Raffle 如果你要是這樣想的話 你可能就大錯特錯了 艾大為什麼我們錯了呢 是的 其實蠻有趣的 這個很多人會說 你怎麼拿CRV跟Raffle來比較呢 因為Raffle是屬於進口車 CRV是屬於國產車 但是我們會認為說 以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就是要買這種中型的SUV 而且就落在百萬左右的預算 這時候我不太會去在意說 它是進口還是國產 而是在意這個品牌是不是 或是這個產品 是不是我所選擇的一個對象 Honda品牌本身 它對於現在產品線上的一個配置 你看它有CRV 有HRV 有Honda Fit 還有什麼 沒有了 目前沒有了 沒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本來的機種數量就不多 那當然對比這個我們講的百萬休旅 你認真要考慮的這些 譬如說還有福特的庫嘎啦 蘇巴魯的Forester Mitsubishi的Outlander 這個Nissan的X-Trail 那當然進口的就是Toyota RAV4 7月份這個RAV4進口的 總共賣了2367輛 已經逼近整個Honda品牌的 一個銷售數字了 那整個品牌呢 Toyota一樣包含了這個進口國產 它賣了1065輛 也就是說 RAV4這個車子啊 佔整個Toyota品牌的這個 7月份的銷售數量 其實只有怎樣 23% 23% 並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它卻是賣的非常好的一個 這個機種 那當然本身Toyota品牌 它的機種數量就非常的多 那不管是我們國內的車評也好 或是國外各大媒體的一個分析 以及評比 都對於這個RAV4有非常高的評價 但是它的評價都是中規中矩 沒有特別強或是特別不好的地方 所以也驗證的就是說 消費者在這一件事情上面的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看 這個蘇巴路的Forester 蘇巴路7月 整個品牌才賣了181輛 但是它因為受到產能跟晶片的影響 還有新機種的一個推出 所以其實它的這個品牌 總銷售量其實並不算太高 但是以蘇巴路Forester一款車型 就賣了102輛 佔整個品牌181輛的56個點 哇 超過禮拜以上 所以它是這個品牌 扛霸子的一個這個地位 那當然 為什麼知道我們現在大家選擇修旅車 尤其是這一種size的中型的SUV 是市場上最熱門的一個選擇 選擇蘇巴路Forester車子的這個消費者 跟其他的選擇其他車種的 就不太一樣 然後呢 它又是水平對位型 重心相對而言低 在這種比較高車身的SUV上面 如果你的整體車身重心 是低的狀況之下 你開起來當然會選比較平穩 還有蘇巴路非常著名的四輪傳動的系統 也在Forester這個車型上面 那當然現在蘇巴路也有這個iSight 它的這個AIDAS系統 其實也相當的完備 所以在這個時候 很多特殊的這個消費族群 會選擇這樣子 比較小眾的市場的這個車型 但是又不跳脫 整個大環境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值得觀察的重點 而且消費者你可以想一想看 你如果開SUV的Forester出去 感覺稍微比較有個性一點 不會怎麼樣天天容易車聚 或者說如果哪一天你今天喝酒應酬了 你搭著這個計程車回去 是這個RAV4跟你開的車是一樣的 好像也怪怪的 所以你如果開的是SUV的Forester 當然有著比較不一樣的風格 真的我們看到SUV的這個有個性的品牌 下面可以說佔比有超過五成以上的 就是Forester 那我們請行男帶著大家好好的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究竟這個Forester 它可以變成品牌的銷售主力 當家的扛把子 它應該有一些特點是我們可能一般人 沒有發現到的 的確我覺得以SUV的車來說 我們剛從外觀來看 我覺得它向來不會做的太流線跑格或年輕化 我覺得比較飄悍 對 就是而且會比較剛硬筆直一些 你看它這個型相較於我們剛剛聊的 不論是RAV4其實越做越年輕 那CRV其實也有一些圓弧的線條 對 但你想看Forester 其實它每一代的進化 就沒有太大的一個跳脫的風格 你說在外觀的部分 對 外觀的部分 沒錯 當然其實因為我們現在來的 再來是2021最新的model 那它其實算是現在五代的森林人 在18年就改款 也有一段時間了到現在 那其實它銷售一直蠻穩定的 那今年的部分的話 它車型其實做了一些調整 它的編程變很簡單 以往有這個入門的叫2.0的IL 動力都是2.0NA水平對我 那有比較高規豪華配備的IS 那有分有ISI 沒ISI 甚至過去還有GT Edition 就是有這種空力版的跑格化的 那現在今年就只剩下兩種了 就是IL跟ISI IL跟IS 然後統一都只有ISI 那售價就簡單了 全部都是有配上AIDAS的 對 都有ISI的 沒有 它現在2020年就沒有 因為它可能也知道消費者選的比例 可能大多數都選 它就簡化一些 在這個貨的成本控制上 也會比較單純 那我們今天來的是屬於頂規的 就是2.0的ISI的I賽 當然外觀上來講 它相較於IL就多了一些銀色的 飾板的飽感的部分 然後我們看到胎圈也是18吋大一吋 然後車頂也看到還有天窗等等 等一下後面也會看到一些 它專屬的配備 好 我們看到除了在外型上面 我就喜歡 SUPERRUN就會很喜歡 如果說覺得說 它太中規中矩多了 它可能就選比較CRV或者是RAV 那至於說在駕駛座的部分 它有一些什麼樣子的配置 也跟上了時代呢 我覺得駕駛座部分 SUPERRUN的車其實我們剛剛講 外觀比較保守 但是我覺得它的內裝的進化 在這兩年 因為其實20年前我們就在開SUPERRUN 我覺得真的有點陽春 對 但這兩年我覺得說實話 它慢慢也跟上潮流了 雖然它還沒有以Force 沒有用到全數位的儀表 但是它也有像是中間有一個4.2吋 然後它中控的話 上面有一個6.3的資訊 下面是一個8吋 所以在功能的資訊顯示上 跟別家有點不大一樣 沒錯 因為它三螢幕 就跟一般現在主流的一些SUV 是不太一樣的配置 對 一般都是雙螢幕大 那它其實因為它又因應它的 這個我們剛剛有聊到 這個對稱式四輪傳動 它在螢幕資訊中 也會有非常多的不同的 像是你的水平的角度 或是仰角 扶角 不同的角度 甚至你越野的狀況 Driver Mode的切換 它都會在資訊上 讓你做一個最好的判斷 讓你能夠更好好的 掌控一下你的車 現在目前的狀況 其實今年最新 我其實記得之前節目 也跟冠宇去試駕過 他們現在就是多針了 這個Driver Monitoring System 那它主要三個訴求 第一個就是 駕駛的注意力 那我們現在開車常常會 跟旁邊聊天 或是看路邊的景色 或不小心摸一下手機 它其實會抓你的眼睛 你只要不在前方 它就會提醒你 就會警示力 然後再來就是疲勞的警示 就是你可能打瞌睡 眼皮比較重 它也會用這個 6.3吋上面的 這個紅外線的 這個攝像頭 去抓你的這個面部的表情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記得它有五組人的辨識 就是你開我開 或是另外三個人開在這裏車 都先設定好 它把這個座椅空調照後鏡 資訊顯示就照 一進去它就知道 譬如我 它就說行男歡迎光臨 它就把所有的位置調到 是我的設定 哇 所以其實除了EyeSight之外 它這次其實也增加了一些 DMS 對DMS 就是也可以讓你的安全 再更加的有保障 是的 好 當然在FORESA上面 除了它與時寂靜的一些科技配備之外 我覺得更大的一個重點 應該是後座空間 還有後心理這樣 我們把後座 後門打開來看一下 機能跟空間的表現 對 其實你看光開門的動作就看得出來 我覺得接近90度的 是 那其實我蠻多朋友 以前都是年輕開EyeSight 那過了30歲成家立業 你要放小Baby 放安全椅 這樣的一個空間進出的便利性 我覺得FORESTER是很多人 接下來到了30到40歲 換了車的一個考量 真的 它開口角落 讓我非常的驚訝 幾乎90度 所以表示進出也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什麼樣身型的人 進出都很便利 坐上來之後 當然大家在意的是 比如說這種中型的SUV 它可不可以做一些調整 椅背 甚至於就是座椅的前後滑椅 而且現在你坐的空間 前面是我剛180的座椅 前面是你嗎 所以你看看你的西部有多寬裕 這個太... 對 大概三到四個拳頭 對 非常寬裕 非常非常寬 然後頭部的空間 它表現也非常好 起碼有一個拳頭以上 我們再來看一下 它可以座椅有哪一些變化 我知道是FORESTER 它因為後座的空間已經夠了 它椅背是透過這個拉繩 可以再調你要的腳 它用拉繩的話可以做 譬如說現在 對 它有三段的角度 對 這麼塔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它有三段可以做調整的 甚至於在後面 它也有一些 就是觸風口 然後USB 其實我覺得都算蠻到位 在這個第二排的表現上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因為我的朋友有一群人 他們家族全部都開這台車 他們跟我分享說 SUBARU的FORESTER 它是目前中型SUV裡面 等於說它縱向的表現是最好的 所以在三個人都可以很舒服 沒錯 就是車寬好像比一般其他的車寬還要再寬一些 好 我們看完了後座的表現 嗯 不錯 物實派的 往車圍走 這個IS高階的配配 它其實多了一個就是電尾箱門 那它電尾箱門我們把它打開 你也會發現它這一次進化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它開的速度 從原本的9點多秒 現在只要5秒 其實我剛剛講話一回頭聊天 它已經開好了 意思是之前開太慢了 之前的確我們在試車也有反應 怎麼9秒多實在有一點慢 那我覺得這個總代人有聽到 也做了一些調整 把它做了一個進化 那頂規的電尾門很好用 那打開以後 我們剛剛看了第二排是它的槳槳 其實它的行李箱空間 我覺得全家出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那單就數據來說 其實非常的方正 開口很大 它有520公升 因為美國消費者報告 他們就針對了市場上面 中型的SUV 他們有評選最能裝的SUV 它是第一米 對 我覺得看起來這個目測 它的空間真是非常方正 沒錯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看那個數字 你就覺得才520公升 好像比RAV4或者是CRV 要少一些些 好 謝謝行男為我們帶來的介紹 當然我們看到了SUBARRO FORESTER 其實現行館已經非常有競爭力了 聽說日本也進行小改款了 我們要問一下 鄭傑 台灣預計大概何時可以看到 小改款的FORESTER呢 我們都知道 這款全球戰略車 FORESTER 他在6月的時候就在日本上發表 然後前幾天才正式在日本開賣 那這個車子 我剛剛都講是全球戰略車 那什麼意思呢 就表示不管在日本 還在台灣看到的都會是一個模樣 那這個小改款呢 我覺得 他的改款服務算是有誠意的 因為他在外觀上來說的話 他本來比較直線 比較覺得有點呆板 但是現在小改款之後呢 我個人覺得他有點像中古世紀的盔甲 他的車頭變得更壯碩 舉個例來講 他的那個六角形水彎護照 凸顯得更明顯 然後他的頭燈呢 也變得有點像7字型的感覺 讓他的整體的車頭扮相的感覺 就是更活潑啦 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們都覺得 速發路的車子開起來啦 然後各方面都很不錯 但是就是看起來好像稍微有點 中規中矩 對 悶了點 現在呢 加上這個車頭扮相以後 我覺得他的型就出來了 你一看到他就知道 這個就是Forest到了嘛 那不過我們剛剛稍早講的嘛 消費者應該最關心的是 到時候進台灣會是什麼車型 會是什麼引擎 目前還沒有這個消息 只能說呢 最晚最晚 理論上今年的年底 應該可以看到除非有什麼變數啦 所以說呢 再等一下 這個車子馬上就會在台灣 跟大家見面的 真的我們其實蠻期待 Forest能夠裝上那個渦輪的銀行 是是是 銷售嘛對不對 因為其實之前有 後來這次改款就取消 就只有自然經濟好像少了一個味道 所以有一些消費者說 你怎麼不給我們渦輪呢 希望那個小改款之後 有一些渦輪的選擇啦 那剛剛還看到的是Forest 算是屬於SUBARU品牌下的扛把子 那在SUBARU旗下的二當家 銷售的二當家自然就是 XV嘛 而且二一年式 其實他也在配備上面 甚至在價格上面都很有優勢 對 我覺得如果要討論到 這個SUBARU這個品牌 它一些核心的技術 我們剛剛有聊到 像SGP的平台 對稱式的四驅 水平堆積引擎 甚至是iSight系統 這些我覺得展演的最好的一台車 其實是冠儀講到二當家的XV 因為它的車身結構 其實比較小一點點 車長雖然大概四米五 比一般的CUV 我們現場看到可能再長一點點 可是車體的結構比較扁 那因為它變形成比較高 它是一個具備有真正 Overall實力 而且有越野模式切換的一台跨界CUV 我相信如果你要討論到這種 比較有那種 Outdoor性能的CUV 大家可能會想到 以量來說差不多的 Suzuki Vitara 不過以XV來說 雖然它價格的急需定位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這個性能實力 我認為是強悍非常多 當然產品取向也不一樣 那剛剛有講到 其實這個品牌不斷在豐富 他們的產品線 甚至把iSight這種高階的 駕駛輔助系統 慢慢做為全車系的標配 那XV其實我記得我們在 跟Forester差不多的時間 我們去試車 因為他也做了一個年式更新的小改款 把一些科技啦 或是性能的元素 再強化一點點 最大的重點 就是在二零年式之後 X mode變為車型的標配 所以你可以去切換不同的駕駛模式 什麼歷史 雪地 泥沙等等 真的 萬一也開過 真的有這種很硬的這個實力 那以編程來說 過去有分 沒有iSight和有iSight 那在幾次的年式調整 在二零二零一 現在正年式的車型 其實只有單一車款 就是2.0的ISES的 就是iSight的車型 那以定價來說 以前的有iSight的版本 其實是來的比較高的 大概一百一十萬以上 那現在呢 原廠是開出一百零七點八的 這個原廠的建議售價 而且送一個 好像是三萬塊的購車金 等於一零四點八嘛 如果你剛好有舊車要淘汰 就換新的補助 等於你現在 有可能一百萬以內 九十九萬八 就可以買到一台原裝進口XV 我覺得可以去開開看 這台車的底盤真的很棒 真的是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 這個月份的促銷活動 還有一些什麼幫你繳牌照燃料碎 然後九十萬三十六期的 貸款的優惠等等 所以我以購車來說 現階段入主 因為畢竟車還新 它也不是多舊年式的一個車 車新然後配備豐富 而且接下來它的產品線 不管是Levoque WRX這些 慢慢豐富之後 我相信它應該 以我們現在說的冷門 小眾品牌 慢慢慢慢可以往比較主流的 主流那個區塊去走 我覺得它不只是給你配備好 而且大家想要的 這個AIDAS也有 更重要一點 我覺得有價格的優勢 現在的車廠真的是 卯足了全力 因為畢竟之前 有受到一些疫情的影響 在台灣的車市上面 他們必須要加碼再加碼 才能夠刺激這個買氣 那除了SUBARU這個品牌之外 我們知道在台灣 其實有一些小眾的一些品牌 非常非常支持的這個品牌 就是Burgeo 那到底在Burgeo的 這個品牌的銷售扛把子 會是哪一台車呢 星南 對 其實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今天講這個車廠的銷售扛把子 其實蠻多主流大眾的品牌來說 幾乎都是SUV扛把子 對 但我們來看到PUGIO 這個在台灣算是 比較小眾的代表的話 它就是以這個 現在其實第二個人選 就是所謂的跨界修律 CUV了 那就是我們現在停的這一台 譬如就的2008 那它的以七月的掛牌數 總品牌的銷售是76輛 那2008就佔了37輛 所以是接近一半 50個Percent 所以是成為它的銷售車廠的 砍把子 那相較於我們再來 提一個對照組來說 就來看福斯 那我們這節目也來到福斯 這一兩個月在國內銷售 算是表現非常亮眼 加上這個SUV的砍把子 體況之外 我們來抓的就是它的跨界修律 就是他們的T-ROG 當然上市有一段時間 那以總品牌來說 七月掛了1600多台 那T-ROG也佔了111台 那這兩台車 我們偷數一個 這兩個歐系品牌的CUV 那以2008來說 它在車系編程上的這個 複雜度比較多一點 比較豐富度高一點 它包含有AluA Active 然後也有加入天窗的Cherro GT Lite GT不同車型 一共有七種的編程 那售價區間是929到124.9萬 那相較於T-ROG的話 它編程比較簡單 它是三種 但是以這個動力來說的話 2008統一都是1.23缸 但有低出力130 跟高出力155 那T-ROG的話是有兩種動力 都是他們現在主力的 一個就是1.5的這個EA21 以及2.0的EA888 那分別是150P跟190P 那T-ROG又多了 它有所謂的這個R-Line Performance 就是4Motion上去 你不僅可以買前驅 比較經濟節能的舉向 那你想要比較有操控 按定性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高規的330 它是有這個四輪傳動 不同的選擇 主要是這兩個的差異 好 新年代我們看過了 在這個無舊品牌下面 銷售佔比將近要五成的 不就2008 我們就帶有觀眾朋友 好好來看一下實車 來 振傑 會選擇這台跨界的休旅車 我想它在意的 消費者在意 應該不是因為空間而買它 如果你想要更大空間 3008 5008都可以 可能會選擇 我想要潮 我想要有個性 我想要在路上開的 不是制服車 就會選這一台 是 但其實我覺得除了這個部分 就是感性的部分以外 其實我先破題好了 這台車我認為是在我心目中 最棒的CUV 為什麼 沒有之一 那你願意買嗎 因為我覺得它 因為我不喜歡CUV 我只是覺得它最棒 但我沒有 不是我的菜 可是我真的很喜歡它 因為你看 它光車頭的部分 它第一次用上新世代的設計與會 就用在2008 台灣 起碼台灣我們看到的 是 對不對 我們之前看到 像小改款的3008 5008 車頭不是有一大堆 像那種貓客動物 更明顯的 沒錯 然後更有精神的感覺 還有水箱護罩 有更多裝飾修飾的 這些東西 其實在2008 是我們在台灣能看到 最早一台上市的 就是有這個獅王獠牙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說像冠儀提到的 獅王獠牙日行燈 獅爪造型的LED頭燈 甚至尾燈也一樣 是獅爪造型 這些設計 再配合整台車 就是其實跟他的老大哥一樣 都是那種有前面趴著 後面翹起來 準備要敘事 再幫我往前衝的那種感覺 他都營造得非常的好 那我剛剛說最棒的原因 是在於除了冠儀提到的 就是看起來漂亮 個性獨特 然後設計出眾以外 我覺得他最厲害的地方 是在於他的誠意 非常的十足 怎麼說呢 他的誠意十足 我覺得其實我們轉去車車看看 就可以知道 我基本上覺得說 以這種新世代的設計語彙 他放在2008 他的比例是最完美的 對 因為他的車比就緊緻 對 很奇怪 因為你看到一隻貓 或者一隻豹 他是不是就是要 那個肌肉很扎實的感覺 對 如果太大的話 是不是就少了一點 那種靈動的那種 不過嘉飛貓也是很可愛 胖胖的 那是可愛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說帥 了解 我說他為什麼有誠意 除了剛剛看我們說的水箱護照 他就加上了像鋼琴烤器的材質 他一個車頭就用兩三種 三四種不同的材質去呈現 所以他車頭非常的有細 是 到了車側一樣有細 不會給人虎頭色尾的感覺 你看我最喜歡看的 像是他前面 這台因為是頂級的GT的SELO的車款 所以他這邊就有GT的灰飾 然後像你現在摸的偷盜鏡 他就用跳色鋼琴烤器的方式 跟車頂連在一起 有一點懸浮的感覺 對 去 就是讓你的車身不要感覺太重 除此之外 像門框他也一樣用黑色鋼琴烤器 但是他到下半部 他卻用霧銀色的類金屬的方式呈現 這個顏色放上去其實很大膽 對 一般正常人是會 正常車場應該是會用黑色 對不對 跟上面的窗框是一樣的 但是他就跳出來 對 法國人就是很會這種神來一比 然後再加上下面是塑膠的黑色以後 你再加上他的腰線 你有沒有發現他很特別 他的前腰線跟後腰線都有一個類似三角形的一個 一般的車子只是拉一條線往後 他卻不是喔 他是用好幾個幾何的形狀去勾勒出車側的線 我必須要說 你看他這樣子的這個折線 有沒有看到後面板鏡的這樣折線 有沒有像是 就是你的 你遇到一個狀況 有一個臉的表情 是這樣 尷尬的那個表情 可是很可愛 在上面卻非常的好看 正車側看可能有那個感覺 但是你如果整台車看起來的話呢 我所有誠意就是透過這些 很多差異化的材質跟很多的線條 構結出來 他變成是一個複雜的一個氛圍 所以他看起來就會有剛剛我們講的 很靈巧很運動化的感受 那這些像板件的凹凸折線 或者相異材質的烤漆這些東西 這都怎麼來都要錢來的 對而且搭配起來要完美很難 很難融合在一起 要沒有違和感這才難了 對加上我剛剛講的 因為這些都是成本 一般小型CUV 為了將本球力 車廠不太會願意做到這麼的 給你這麼多 這麼澎湃 所以我剛剛才說有誠意 這我可以認同 那除此之外呢 因為剛剛講 這是最頂規的 124.9萬的GT COLO 有點難念的車型 對 所以18吋旅圈 然後還有再來其他的重點 冠魚幫我們塑進去 在車內 已經到達124萬的CUV 他到底給了消費者什麼 除了外觀的設計之外 在車內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駕駛座的部分 是 你一坐進來 你會發現那個iCOPTIC 好包覆喔 對 他整個駕駛姿勢啦 氛圍啦 各方面都還是典型的 不舊的那樣子 就是讓你摸到方向盤 就想要趕快開得出去玩 真的 而且他完全的駕駛者導向 你看連前面的這個螢幕 都是朝向我的耶 7吋這個螢幕也是朝向你的 而且冠魚幫我們打開店門 以後你會看到一個超級酷的東西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對 哇3D裸眼 對 八國人的設計 到處都是有讓你覺得 哇 好酷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子 如果觀眾朋友真的有點興趣 甚至沒有要買沒關係 我覺得可以建議去展間看看 真的跟你認知的汽車界面 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目前擁有3D裸眼的 只有這台2008 3008 508都沒有 還有這個方向盤 上下平靶的方向盤 方向盤倒是全車系都有 對 我想把它拆走 好 小尺寸真的 而且他上下都平啊 對 真的是很像飛機的感覺 除此之外呢 我最喜歡看的就是 像他內裝質感的部分啊 像座椅 因為這台是最頂規的旗艦 所以他座椅是三個材質的真皮 去把你構結出來 我常常都講說 汽車設計是能少就少 不要太繁複 要不然你會很多餘 但是我就覺得 僅有少數的車廠 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到很豐富 很複雜 但是你看了以後 你又會覺得 混難天成 不就就是其中的一家 我吃這台車的時候 我就說法國人好奇怪 喜歡化繭違反 跟別人不太一樣 而且還漂亮 還好看 對 這個技術是非常困難的 除此之外呢 還有就是2008 2008為什麼我那麼喜歡 是現在我們沒辦法展現 開出去以後的感覺 這個車根本不像自宜 你說他的底盤 對 它像一台掀背車 我非常贊同正傑你的說話 表示你真的有跟他相處 蠻長一段時間 而且是一台厲害的掀背車 尤其是在山路 彎道才是他家 他怎麼樣 你會覺得他重心高了一點 但是他怎麼樣 就是黏在地上給你過 你想怎麼轉就怎麼走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到了市區他又很舒服 所以我才會說 這是一台我覺得最有誠意 而且在我心目中最棒的 雖然我並不喜歡自宜 好 謝謝正傑的介紹 難怪為什麼不救的2008 可以成為在品牌的扛把子 當然我們看到 在同一個集團下面的Citron 他們做這個跨界的休旅車 也是做得非常的出神入化 據說即將要上市 要跟大家見面的 有一款新車的跨界休旅車 到底是Wagon呢 還是SUV呢 智希 其實關於我們現在聽到的 包含Crossover 或是這種Hybrid 它其實都是一種混種的一個概念 可是例如我們剛剛看2008 它其實很標準的先輩車 混休旅車 對 就變CUV 但其實以法國人來說 或者是以Pajol 或者是Citron這個集團來講 他們之前有出過一台車叫做 高階品牌 叫做DS5 那其實呢 它的那個車格的那個定位 有點像Wish 有點像賓士以前的R-Class 那種感覺 它就是一台 你可以說它是旅行車混休旅車 就是它明明是一個Wagon那種 很修長的車身尺碼 例如我們看到最新的 他們剛出的C5X 那其實這就是一台 我覺得以車身尺碼來說 其實跟整體線條 跟50 508其實有一點點像 但是硬式車高就是坐的比較高 換來比較好的乘坐的空間 所以就是旅行車混休旅車 那個比例來講 雖然你第一眼看到你會覺得 有點奇怪 但是它結合了這種旅行車 很漂亮的線條 同時空間又不會輸入休旅車 而且重擊它的車場 已經來到四米八 那這一次這個C5X 其實可以算是跟我們之前看到的 C5 Aircross是同一個車系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強調 它的乘坐舒適度 例如我們之前C5 有看到那種磨坦式的 液壓的懸吊 對 它這一次再升級成主動式的懸吊 而且整體 因為車身尺碼長 線條比例好看 而且它還是把車高又再拉高一點點 讓它的整個動態的性能 或者是有一點輕度越野 offroad的功能都變得比較好 那其實以動力來說 這台車 目前沒有什麼公佈 但是它算是這個品牌 甚至是這個集團 算第一是主力在打插電式的 有點混合車型 所以我覺得不管台灣會不會進 對於這個集團 不管是以前的PSA 或是現在的Stanity 它整個未來電能化趨勢的走向 才撇除電動車這種 又一點點比較不實際 至於一般的乘用車 動力取用上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好 我們看完了 來自於法系的這個不舊品牌之後 接下來來看看 這個算是有個性的小眾品牌 我想在台灣 年輕人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想要入手 等到成將肋業之後 你有能力之後 也許你可能會考慮 這一台 也就是MINI 因為在MINI的品牌下面 當家的扛把子銷售一哥 它的養成其實跟不舊的2008 好像是有一點類似 艾達 冠儀剛剛講的好像就是我 我年輕的時候 很想有一台MINI 老MINI 後來出了社會賺錢 大概很努力 能力存錢 然後就買了一個 這個Hashback三門的新的MINI 那後來準備要生小孩 太太覺得說這MINI車子太小 那countryman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其實算是 CUV這樣子的一個尺寸 那當然 冠儀你剛剛提那個例子 我想是很多人買MINI的經歷過程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MINI Countryman這個品牌 站在以七月份的銷售量來看 MINI這個車子在七月份賣了273輛 那麼countryman這個車型就佔了102輛 所以你看它佔整個品牌的37% 算是在品牌之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車款 那我們相對眼看一下旁邊的 這個Lessus的UX 我們知道Lessus也是大中小修旅 都有UX NX RX等等 那七月份呢 UX就賣了438輛 但是他其實只佔他整個品牌裡面的19% 所以其實佔比其實不是太多 那當然因為這個車型的選擇多 也是一個原因 其實以UX來說他就有這個 燃油的有Hybrid的 未來馬上可能還要出這個 存電的一個車款對不對 那當然你看他這兩個品牌來說 他的這個比例落差 感覺就已經有差距了 他在於整個品牌佔有率的 這個方向就已經差距了 那我再舉一個更極端的例子 如果以奧迪來看 奧迪這個size裡面的 這種所謂的跨界修旅車 CUV來說 應該Q2可以算是一個代表 那Q2在七月份呢 賣了22台 整個品牌奧迪只賣312台 當然因為他因為車子的晶片 生產各個關係 所以整個品牌賣的並不多 那以Q2來說 佔奧迪這312輛的七月份的 銷售品牌裡面 只佔七個百分點 所以迪迪來說是一個非常經典的品牌 他經營非常的成功 那即便他的這個迪迪的 Hashback三門的五門的 Countryman的 Clubman的旅行車版本的 甚至之前他還有什麼Passman的這個 以Countryman做的 雙門Coupe的這個車型 算是三門版本的這個車型 所以迪迪在車型上面 延伸出了非常多的一個標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成功操作的品牌 附帶一提 Countryman馬上可能在未來要大改款 而且他可能會成為 第一個在德國在地生產的 這個迪迪車型 很有趣 我們剛才看到了像這個屬於有個性的品牌 Mini 他在這個銷售 在品牌下面的銷售占比竟然可以高達 百分之三十七 我們就來看看消費者究竟喜歡他什麼樣的地方 芝希帶著我們來看一下 Mini的Countryman 很多人都說Mini現在一點也不Mini 可是我覺得他也是跟著時代的演變 然後給消費者現在時下流行最想要的空間 同時還保留他的個性 其實艾達剛剛講的很精彼 其實就是大家我們這種比較懂車人的一個認知 很多的品牌 當你有一個招牌的產品之後 Mini來說當然不用講 就是比較小的Mini 如果我們舉一個比較極端一點的例子 例如我自己會想到 其實有點像是寶石街 當初想要做凱研 想要做Panamera 想要做乘用型的車 那你說他們走位 其實是走位的 原廠也證實他們走位 只是到後來我們現在看到的新車 他們有比較多的資源之後 才把跑格又注入回去 那其實Mini呢 很特別的是 在當初第一代的Countryman也好 或是什麼Clubman 這些車型推出的時候 其實就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保留了他經典的元素 不管是很多你看造型的設計 或是他的配備的取樣等等 其實都是我覺得是界定的是剛剛好 所以可見得要在這種 有名牌包袱的框架之下 創造出一台比較高的實用性 比較大市場接受度的大眾車款 他的挑戰更大 對 非常非常難 那今天我們到現場看的 其實是Countryman的Coopers的車型 那他算是一個去年小改款的版本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先單就外型的部分 我覺得他是把運動化又再提升了 過去的Countryman 比較像是一個精品的家用車 但是在例如我們今天Coopers的車型上面 他有非常多 你看這種網額狀的氣壩 甚至是下寶桿的造型 比較往中間去做堆砌 兩側的進氣孔等等 這些元素環狀的日行燈 都是在小改款過後 他們比較家族化的一個走向 那其實你這些元素部件 你拆開來看你都知道 這一定就是一台迷你 對 他沒有走位 對 可是都在一起的時候 你又知道 這是一台Countryman 他不是一般的三門五門的車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造型設計上 不得不佩服英國人 甚至是Jaguar Land Rover 其實我覺得都一樣 對於 也有點像法國車 設計上絕對有他們自己的一套巧思在 那車頭的部分 先帶大家簡單看過 其實我覺得 迷你要講到Countryman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會買這車 當然就是為了他的空間 我想要開一台迷你 可是我不想 譬如說同價位 我不想開什麼 Audi Q2 或是Lexus UX這種比較制服車 或是個性沒有那麼出眾的車款 那其實以mini的車廠來說 稍微比這些車再長一點點 但是有一個很 我覺得很大的優勢是 我們看每一代的mini 其實都是 有點這種雙色懸浮式的車頂 那不會做什麼太過於流線的設計 所以他的車艙的乘坐空間 其實是比較方正 所以不論是 是不是有一點點像mini van的感覺 就比較Boxing的一點設計 像Suzuki他們不是也是以那種Boxing的設計 有一點這種概念 所以不論是前座後座 空間都好 那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在新的年式上面 裡面車內配備一些功能 其實設計的元素也是一樣跟外觀 中間最主要的環狀的一個資訊木 然後裡面是8.8吋的 這一次其實比較 我覺得幾個點比較重要 例如他一些材質的更換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地方 基本上都是用黑色的鋼琴烤漆 面板 出風口 門把等等 對 跟車外的黑化 其實也是一個呼應 那另外就是 我們的方向盤前面 那個儀錶 那是儀錶板嗎 對 它是一個數位儀錶 好特別喔 當然我們知道在 Mini上面 它不可能給你一個很清楚 那種老人家一看就一目瞭然 資訊木 什麼意思 他一定是要 老人家不要開這個嗎 不是 他一定要是要造型設計 非常的出手 讀書 讀書一個 沒錯 所以雖然它的尺寸沒有到很大 可是幾乎沒有什麼邊框 那顯示的資訊 就是滿版的概念 時速 轉速 油量 這些最重要的功能 其實都比傳統的指針來得更好 好 配備大致是這樣 我們剛剛講空間最重要 我們就來幫大家先看一下 好 一般都是我在測試這種後座的空間 可是因為它是Mini 我做嗎 所以對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以這個將近180的 前面是我的桌子 進來之後 我剛剛講的車高的一個優勢 就非常的體現好 對 對 所以我坐在裡面 基本上不只頭沒有壓迫 那腿部其實空氣也是很大的 那你會看到他車內的材質的用料 其實都是比較硬挺的 就很符合他車的一個性格 追身性也比較好 對 那最大的一個重點就是 他的座椅 後座座椅 還可以前後的滑椅 好 我有嚇到耶 可以滑一十三公分 這個Mini它竟然還有這樣子 實用性的功能喔 對 對 當然你滑到最前面 我可能沒有辦法做啦 它會讓後面的行李箱空間多出來嗎 不管是你買那種 什麼大型的用具啊 搬家 對於後車廂空間的規劃 其實都是更好的 當然 椅背的角度 也可以調整嗎 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調整 我覺得這個實用性 真的有大大加分 你本來就喜歡它的設計的人 然後你看 它的每個門吧 對 它甚至是跟別人不一樣 小巧思 對 所以其實不只是在 跟它的其他的車型上 做一點區隔 其實我覺得對於同級的車來說 它也是一個很大的優勢在 那其實一樣來到車尾 你會發現它的線條元素 一樣很Mini 但是就比較 後面看就比較像是一台 就是一台標準的SUV 那另外尾燈 我想要特別講一下 在countryman上面不太相同 例如我們知道它現在 新的車型都採用英國企 那種迷字狀對稱式的 但是以一般的Mini來說 它是中間的這個米字 它燈條會在開燈的時候亮起 那countryman剛好相反 它是亮後面的一個算背板 這個小差異 你踩煞車或者是方向燈的時候 才是亮中間的字樣 所以一般的時候 它是這個米字不會亮的 這個是countryman 就像現在我們看到亮起來的一樣 一般Mini的話 它是會亮那個米字 對 好特別 好 那後箱一樣有 非常便利的電動尾門 打開之後簡單講一下 它的清理箱空間是450 那我覺得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以先背車來說 絕對是更好 那以CUV來說 就是表現中規中矩 重點是它 我覺得平整得很好 整個是完全沒有門檻的 而且高度也非常好 對 它把空間 其實有規劃在下面 有一個帳板 你看下面那個空間很大 我覺得可以了啦 對啊 所以實用性很好 那當然大家知道在Mini的部分 你也可以選擇野餐店 你可以翻下來 可以坐在這邊 對不對 之前有幫大家示範過 所以它有一些客製化選張 也就是說 你的Mini 我的Mini 一定長得不一樣 不管是有沒有什麼賽車線條 或是配色 屋頂的一些選裝等等 其實都是很特別的 那它的動力呢 其實我們今天的Kuberis 其實就是2.0 用B48引擎的 有178P 當然我一直沒有講到 但是大家應該都清楚 就是Mini的操控性 對 沒錯 這是同級任何車 我可以直接打包票 任何車 不會有它的這種架控的感覺 即便新年是因為這個排放法規 它稍微把動力調降了一點點 但還是同級裡面開起來 你會最開心 我們啦 我們這種人 觀眾朋友應該也是 我們喜歡哈庫的人 對 開起來會覺得最愉悅 你會享受 每一天使用一台實用性取向 Mini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熱血年輕爸爸 他可以選擇這一款 對 就是有小家庭的 其實仍然是可以選擇 有品味 對 對 好 我們看完了 在Mini品牌旗下的這個銷售一哥 也就是這個Countryman 對 我們來看看在豪華品牌 如果是日系的代表的話 講到Lexus的品牌下面 大家應該知道賣這個人應該是 1 2 3 2 X 還有李達的果然是專家 那如果我們看到同樣競爭 它的競爭對手 應該是Infinity的QX50 對 那QX50它為什麼會賣得這麼好 在這個品牌裡面 它的銷售佔比到底是如何呢 我覺得其實越主流的車系 反而越難猜 就是像前面幾個車款 我們都知道 相對不主流的車廠 它的明星產品 通常佔比會超級高 對 但是因為對到的是 Lexus的NX 這個車子雖然說 Lexus是一個非常主流的品牌 但是NX又是其中主流中的主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NX在佔它的品牌裡面來說的話 在7月份它掛了941台 這根本就是果然車等級的量了 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整個品牌 有到2278台 所以它佔比是41% 但如果說你拿來對比 它的直接對手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Infinity的QX50 對不對 QX50 因為我們知道Infinity 在自從Q30 QX30 相繼離開市場以後 其實這個品牌有點悶 所以像7月來講的話 它總共全品牌只賣了107台 但是QX50這個主力 就已經到了58台 所以它的佔比則是54% 雖然說 對 沒錯 還是比較冷門的品牌 然後它的主流產品 佔比會比較重 沒錯 但是跟Lexus的NX比起來 其實差距沒有像前面那幾個 車型或者品牌來的那麼的懸殊 所以說我剛剛才講說 越主流的車型 其實反而比較不好猜 到底誰比較佔比重 還是比較佔比少 好 那在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QX50 我們知道 它最有名的就是BC Turbo 這顆可變 應該說我們現在量產引擎裡面 第一顆可變壓縮比 是可變壓縮比 這其實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高科技 那所以它可以有更好的油耗 但是又有更大的馬力輸出 那在對比到NS的部分來講 NS我們知道 它有油電複合動力300H 然後也有200的 就是所謂的2.0升的自然進氣 雖然說 油電複合動力我們覺得很棒 但是因為價錢相對就高很多 因為它可能來到200多萬 所以銷售比例其實是很 相對是低的 那在這樣子比較起來以後 兩者都一樣有前區跟市區車型可以選 然後價格上QX50 因為從最入門就已經是VC Turbo 所以它是從207萬到239萬 而因為NX 它有自然進氣2.0升 所以最入門157到250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8月底以前 如果說你對QX50有興趣的話 它現在對於剛剛講的207的 這個比較入門的車型來說 它有一個優惠 現在是169.9萬 價差很大 37萬多 對 其實如果說你本來就鎖定 這個車的話 可以趁現在趕快入手 也是可以買VC Turbo引擎嗎 對啊 一樣 它因為QX50全車系都VC Turbo引擎 可變壓縮比那個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在於 終於我們一直在判 所謂的Coupet的SUV 現在一份的也有了 如果你喜歡日系品牌 但你又不想要流暑 不想跟別人一樣 都開Lexus或者是開其他的日本車的話 那現在有所謂的QX55 55 對 它聽名字就知道 它就是QX50的Coupet SUV版本 車尾就更斜 看起來就更低趴 更帥氣 所以這個就是我覺得 這兩台車比較之後的 一個有趣的地方 雖然剛才鎮宜也有提到說 我們熟悉的QX50 它有一個鞋背的版本 QX55要來了 可是在外媒的評價裡面 他們覺得說 QX55其實就是Skyline的SUV 的試驗版 沒想到非常經典的Skyline 這個房車也要變成SUV 現在 對 其實在六月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的產經新聞 就是他們的媒體問了 日產的高階主管說這個Skyline 到底還有沒有後續的一些 產車的計畫 其實到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他幾乎要把Skyline經典的名字 也要往SUV化去發展 其實以剛剛鎮姐有介紹到 這個QX55的話 其實在去年的北美上市 那今年初已經都陸續開始正式交測 台灣總代理也預計在年底要引進 那這台車其實在日媒他們的心目中 其實就可以說是我們講的Skyline SUV 的一個試驗的產品的參考 因為他其實就跟QX50 一樣的動力底盤平台 但是藉由更運動化狂野的外觀 讓他變成了一個比較跑旅化的SUV 那這是未來我們可以來關注 Skyline可能也要出SUV 其實這個也有前蹟可循 甚至很多經典的名字 我們講到Toyota Crown 這麼經典的這種老牌房車 其實在你看到對岸大陸的市場 他也居然變成了一個子品牌 那像這個Alpha的雙升車 Welfire在大陸的國產化 他就直接掛Crown的Welfire 真的假的 所以很多過去我們印象中的 老房車的這些字詞 都已經變成了一個未來休旅化 這我們來觀察接下來的發展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一些日系的品牌 還有甚至於你可能比較不知道的一些 品牌的這個銷售一哥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有看到Mini 算是屬於英德混血嘛 接下來我們看看純正 來自於英國的這個品牌 Land Rover 到底他當家的銷售一哥 來對上其他品牌的話 他的表現怎麼樣 其實我一直認為在歐洲車的部分 JR這個集團的車型 甚至是奧迪 都是產品我覺得很棒 但是就是其他可能銷售一些層面 還需要時間經營 所以其實以他的 我們就看七月的整體品牌 掛百數來說 確實蠻低的 但是以車款來說 EVOKE就佔了45% 非常非常的高 這個當家的最小型的小CV 他的表現非常好 那其實我們這樣看 如果我們當主流的車型來抓 當然一定是雙B 那以B&W來說 X1跟X2 他的家總 因為畢竟是 機具比較相近的一個車型 其實就比他多了 我覺得沒有到很多 但是132輛 以整體的品牌占比來說 小了非常的多 所以就是變成說 在品牌的定位上來說 因為EVOKE畢竟 怎麼樣還是一台休旅車 而Land Rover 整個車系 只是做休旅車上體系的風格 例如說有比較偏純越野派的 Discovery Defender 那在Range Rover 比較Urban 比較高階豪華的車型上面 其實我覺得這幾年 打造得非常的好 我買一台這麼貴的休旅車 其實我不會拿越野 就算有其實很少數 所以我還是希望有跑格在 他開起來性能是好的 那整體給我的豪華的感受 科技的氛圍 你看他現在新世代 用了很多PV Pro的系統 那甚至同樣保留很多 高階的駕駛輔助 ClearSide的什麼功能 所以以他的售價 你就看兩百出頭萬 其實雙B 你只能就是 挑選這樣的車型 保濕節其實你還夠不到 所以以切入的極具定位來講 他表現是很好的 你的每一分錢換到的配備 包括我們之前看到 Bond Jaguar Land Rover Range Rover 其他的配備選用的價格 其實也都不高 Clear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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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rSide